我想就單一選區兩票制提出疑問 就我認知華大都說這樣的制度對小黨是比較不利 就是單一選區不利 但是不是兩票制不利 那我現在要推的是兩票制 因為我們現在市議員是多型自治 不是像立委是所謂單一選區是指一個選區選出一個人 然後是小選區 那我們現在要推動的是兩票制的部分 但是不是單一選區的部分 在同一個地方然後用兩票制 對 反而會對小黨的發展是比較有利的嗎 兩票制一定是對小黨比較有利 因為你的政黨票有可能跟你的人的票分離 那你其實是可以去考慮說 你人可能有一個什麼樣的選擇 但是你的政黨票可以選擇是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今天希望在立委裡面過半的是哪一個黨 或是總統是哪一個黨 但是你希望你的政黨票是可以監督這個執政黨的 那你就可以去分裂你的投票行為 那在這個情況下 黨的選擇就會變多 然後小黨也比較有可能出現 因為小黨是沒有很多錢可以去讓候選人的臉擺在每一個人前面的 我們一定最喊不出來的一定是那些台聯啊 齊民黨甚至是獨立參選的那些人的名字 但是他們如果可以聯合進選用黨的理念出來的話 你至少可以確定你投的是這個黨的理念而不是這個人 那是誰啊 對不起 我就直接回答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想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有聽到有位說 有位外婆就是 因為當初不知道被哪位摸了 就是握手之後就心存感激嘛 就是 就一定要投牌 那就讓我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偏鄉地區嘛 或是有些低收入戶 對他們來說 那個 大學的時候那個會 會學內機呢 是對他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可能只是 就是 沒有很高 可是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的那個 資金來源 那這樣對他們來說 是不是接受會選 是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 那個 怎麼講 外塊 外塊嗎 貼股家 對 就變成說 他們為了他們自己生存本身的話 他們 就一定會接受那個會選 然後一定會投給他 因為投給他 他之後才能繼續拿 就是在想這個問題 然後還就是 那個 會選的話 我們 當我們知道某個人會選 其實我們 並不知道他們 真正對我們造成的 什麼傷害 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說 他這個會選 使得我們哪些權力受損 不知道說 他靠這個會選 獲得那個權力 到底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 就算我們知道他會選 可是 其實也不會說 對他心裡有很大的反感 就是 不知道怎麼辦 謝謝 謝謝 會選對我們整個民主政治 民主社會的傷害 不夠明顯 這樣 太抽象 太抽象 好 好 我不是要問問題 我想要做一個補充 就是說 因為剛剛其實 副也提到有關司法的那一塊 然後包含婉鈴也提到說 比如說剛剛他舉例的這個花蓮的 這種 對 他們衛家的這個 其實在地方 就是 這個 作威作福的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它其實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 在看台灣學舉文化 其實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說從那個 犯罪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也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的犯罪學研究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點 就是所謂的黑金的文化 那黑金文化 為什麼會放在犯罪學的領域去談 也就是說 台灣的黑金 跟在國外的黑道的研究裡面 其實很不一樣 在台灣的黑道研究裡面 其實有三種的元素 是國外沒有的 也就是說 台灣的黑道 台灣的黑道研究裡面有三個元素 包含了 黑道本身 財團 然後再加上政治 也就是說 台灣的 這個 為什麼黑金 黑金就是黑加上金權 然後 財團加入到裡面 然後黑道也加入裡面 然後黑道本身變成政治人物 或財團本身變成政治人物 這種三合一的一個政治 所以是在台灣比較特殊的現場 所以跟比如說 在國外人家在看 國外的黑道 你看那個黑手黨也好 或是國外其他黑道研究 其實不太一樣 他們可能只是單方面的 比如說 財團涉入到政治 或者是只是黑道涉入到政治 可是在台灣是三種都涉入到政治裡面 所以是在社會學研究裡面 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 這個我想我可以稍微做一點補充 再補充一點 不好意思 然後我要進一步講 也就是說 剛剛提到這個司法的部分 其實剛剛提到說 不管是剛剛楊秋心他們去要到飼料站嗎 好 然後或者是說 另外不管哪一個方面說 可能會告他 告他抹黑或告匯權 只要是告抹黑或告匯權 這基本上就叫告 可是台灣存在一個很掉鬼的現象 也就是我們 常常台灣人說我們是法治社會 可是台灣其實不是法治社會 因為法治社會建立在一個司法獨立的系統 可是台灣司法並不獨立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很愛告人 可是你去問這些候選人 會相信司法 所有候選人都告訴你 我不相信台灣司法 也就是說 我們存在一個對於司法 或是法治社會很矛盾的現象 你動不動就愛告人 可是你不相信台灣司法 因為你不認為台灣司法 會還任何一般公道 所以我要補充一點 感謝總理 我們先回應剛剛這一位 很年輕人的人 就是我們在 我們有探討說為什麼 就是 其實匯權買票 其實它還是有一個城商差距 就是說 在 大部分在城市裡面的人 他們很難想像買票這樣的行為存在 可是在想 就是如果你是出生在農村或是鄉鎮的這些年輕人 其實大家都有 多多少少都會聽過這樣子 那 的確就是說 買票對於一些 就是比較偏遠的鄉鎮或是鄉下 甚至原住民剝落 就是其實都是 就是因為那個經濟條件其實不好的狀況之下 這些買票的錢確實可以貼補家用這樣子 那這裡面其實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像原住民部落 我們其實要去看的時候 因為原住民部落長期 他們的傳統領域被剝奪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勞動的條件 其實在那個政策的體制下變得非常的弱勢這樣子 所以 為什麼原住民部落 買票錢灑下去 會那麼有效 那甚至像農村裡面會那麼有效 其實這個跟整個經濟的條件是有相關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文化的性格 其實農村相對來講就是 它是變得比較淳樸 那而且原住民他們也是 就是部落裡面有一個文化 就說我們都是熟性的 我自己賠錢 我就是要投資 就其實是一個誠性 它其實是有誠性在裡面 那這種誠性可能就覺得很 聽起來很荒謬 怎麼會是誠性 可是那個本來是農村裡面本來很淳樸的一個文化性格 那我覺得要去譴責的是說 這些候選人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去利用了這一個 對就是我所限的這個部分 然後去買這些票這樣子 對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是那個 你剛剛問的 會選 會選對民主政制的傷害 我覺得它其實有一個部分 有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是說 這些人今天來買你的錢 來買你的票 可是他選後當選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去回收 那他怎麼回收 他會用他自己所當選的那個職務 包括像剛剛婉寧提到的 那個配合款工程款這些 他們其實都會去綁裝 綁自己的裝腳 那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在選前可能收了他500塊 可是我們這套費非常大的代價 比如像南投 南投為什麼那個縣長的貪讀案爆發的時候 很多公共工程 大家可以想想 事業區不只是南投 台灣這幾年很多公共工程的品質 為什麼那麼糟 其實很多是來自於這個會選的政治人物 他的這個結構 那尤其地方民大 我想我們這次的大選 大家都太關注只有在縣市長的身上 可是縣議員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更應該去關切 因為他可以讓一個人從小尾變大尾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今天那個台中海線龍頭 他是怎麼樣出身的 他也是 延期標也是從最精神 從縣議員這樣一直往下 一直跳 然後從 他可以從本來是道產 蝦食業 然後變成是一間是馬祖尿的動作 對那其實從最小尾這樣子累積上來 所以其實縣議員的 到底是誰出來選 那他怎麼去累積那個人 而且地方經營者 他其實有一天他會 也許變成我們的縣長 或是市長都說不定 對所以這種民主 我覺得那個 匯權對民主政治的傷害 我覺得他是在於之後的 會有更大的影響這樣 那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書有去問一些法界的人這樣 那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譬如就是說 當我們去 我們每當有一些 比如說 我們對於強姦犯好了 強姦罪犯的人 我們會給他很高度的譴責 那在司法上面 對強姦罪犯的那個判刑 其實他沒有像匯權那麼重 可是我們對於一個匯權者來講 我們不會給他那麼高的道德譴責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可是強姦罪犯 他其實是影響的是單一個人 可是那個匯權其實是影響的是公眾的整個利益 跟我們的生活品質 還有整個政治發展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對那當然就是說 地方型的選舉還有人情的束縛 那個是很大的一個包袱 所以為什麼 我們這一次會鼓勵青年一定要出來投票 因為青年其實才有可能去 爭脫上一代的那種人情包袱 因為我們有 我們當然不代表說 長輩們他們都是沒有知識沒有水準 不是這樣 因為長輩們也有一些他們累積的智慧 跟一些可能我們過去所沒有經歷過的一些政治的判斷 可是有太多的人情包袱 他變成這種地方政治的那個惡 那個惡其實我們這一次如果有一個機會 是當大家在318的運動之後 大家開始去意識到 我不去理政治政治就要來控制我的話 那我們就關心政治 那這一次的大選裡面 投票其實是一個最基本的 參政的一個權利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大家好好的 看這些候選人 然後把我們這一次對於 我們對政治的想像 然後落實在那張選票上面 那有別於我們過去的地方選舉 都是被人情束縛這樣子 這大概是我的回答 謝謝 謝謝副理 管妤妳要回應嗎 不好意思就是我剛剛想講的是 就是當面臨抉擇的時候 一邊是可能幾千塊來花花燒票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像您剛剛說有很多方面啊 民主啊社會方面很多影響 可是其實在選民面前 他們根本不知道 因為那太抽象了啊 你可能一個人他怕會選當選市長之後 他做了他有十件兵 而是只有一件報出來 那人們看到的那個會選的後果 就只有一件兵案 很多東西是在台面下 人們根本幹不到他的後果啊 那這樣在抉擇之下的話 還是挺比較好 對 對就是可能有些方便的問題 我覺得除非台灣真的 我覺得除非台灣真的 有一天發生了一件 什麼樣非常可怕的公安事件 那個公安事件 有種非常多人的性命 然後才發現說今天董事這個公安事件 是來自於某個會選的那個人 我覺得如果台灣真的要走到那一步 我們才會覺醒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可怕的 對啊 那我覺得可能要到 就是最立體的就是這種嘛 對啊 可是當然那個很抽象 就是因為每個人做那個選舉的新聞 他有很多的判斷 對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 我就要去理解這些判斷怎麼形成 然後我們去想一想 我們自己要不要落入這樣的判斷 或者是想怎麼樣去改變你的判斷的條件 您今天婉妮有沒有補充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要講的是 這兩屆的縣市長選舉以來 在前兩屆我都不在彰化 所以我投了我爸媽叫我投的人 結果這個俄國是在我回來彰化之後發生的 就是說你後來之後 你會發現你選出來的 就是任何人把這裡搞成帳包 然後呢 我之前在部落格上面寫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很喜歡老建築 可是呢我選了一個 很喜歡拆老建築的人 這樣對嗎 所以那可能不是你即時 你會看到說你收了多少錢會怎麼樣 不是 那是在你生活當中 一頂一頂失去的東西 那當你面對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這太可怕了吧 就是 比如說我們的市長就會 開始蓋一些無意義的東西 雖然我覺得台中間也只有 但是 因為我們家話那麼小 自己也蠻嚴重的 然後 對然後 再來就是 對就是一些 就是辱作文化的一些 一些失落 然後 我們回來找不到工作 然後 對 其他工作 因為工作都被 那些樁腳給拿去了 然後 可能一條街上面的房子 全部都是某一家人的 你要租房 這房子都很困難 這種地方 因為我們很小 這種私心態是很強烈的 所以 我們在這一次的下一站 下一站 下一站的這個 證書的行方就是說 我希望年輕人在投票 其實都給自己的未來 你的未來 你想要有一天想要回來的時候 你希望這裡 應該是你想要存存的樣子 而不是 我隨便投 然後就回來再來罵他 這是不對的 這是我從來不去決定 然後我回來之後 就罵他不好 那是不對的 但是前提是 我是不是可以給你一個 判斷方式 你怎麼去判斷這些事情 怎麼做 好 現場我們再開放一輪 還有沒有 兩位 三位 好 我想問一下 剛剛那個證件的部分 我在討論那邊 其實已經算我們收集了 所以收集了 下載完第一份 三份都點出來之後 接下來這三十分鐘後 回去看網頁統統集數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只下載到一份 我發現我那邊的議員 基本上的證件 大很小硬 比方說像那個捷運好了 我那邊的航空輪有拉捷運嘛 我在揚美 對 六個人還是五個人 裡面就有兩個三個人 說捷運拿到揚美 什麼高價的話做不到哪裡這樣子 然後你還有另外兩個說 因為升格為室 所以國中小午 午餐費也全免 一個是文明藍 一個是民進 那這種證件 每個證件都寫得差不多 我要選誰 我根本沒人可以選 非常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然後當然 但是打電話去一直沒有用 那第二點就是 那個證件的那個發表公平會 大家其實像我們在討論 不可能的議題 我都會看現場 然後我們同學朋友之間 也都會參與 可是少數啊 至少我們都還在看證件 那比起這個來 我也是發現 您剛剛說的 因為您說很多人都沒有證件 我們那時候 這次在文物上 有很多小檔參選人就講 證件發表公平會上面 有多少候選人 結果出席的不到一半 那不需要來講證件啊 因為他在街頭露面 比較好笑 那這些人 還是出現在我的選舉公報上面 那我也沒就選 找怎麼辦 好 然後剛才還有哪位舉手 就是線上有一個朋友 他想要詢問說他剛剛 對剛剛有直播 就是他剛剛用了那個 他用法權資料庫搜尋了他的市長的候選人 然後他發現那個人有十八筆的刑事案件 可是他沒有辦法確定就是 那個到底是不是同名 或者是他看不懂那個判決書 所以想要請護儀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使用這個 就是第一次使用那個法權資料庫就上手這樣 然後還有 是不是可以請你分享一下 就是你使用這個東西的經驗 然後還有如何好好的閱讀判決書 因為他沒有讀過判決書 所以他覺得害怕 判決書這件有一個時候可以補充的 好還有 來 哪個位 我直接說就好 我兩個問題 小心 我兩個問題請教 第一個問題是剛剛一直提到 那個意圖使人不當選這件事 我覺得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刑法 是不是有違反言論自由的一個問題 對 所有的候選人都意圖使人不當選 對 但是所以這個意圖使人不當選的構成要件事 你必須是抹黑 然後這個抹黑被證實了之後才有可能成罪 那被告都有可能 但是重點是 只要是 只要是 只要是你這個 你確定你所說的是有憑有句話 譬如說我今天說言情表身上有案子 他真的有案子 他就不能用意圖使人不當選來告我了 大概是這樣子的情況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好像台灣的要選舉的那個門檻是還蠻高的 就是蠻常看到一些苦哈哈 但是他其實有一些新的候選人 但是他們要很辛苦的去募款 就是綠黨或是那個人民豪大聯盟他們那些 那這個部分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做修正 那個我們從簡單的開始判決書好了 判決書先 為什麼是我講判決書 因為我以前在司改會工作 然後我們在做很多的法官或檢察官 檢察官的起訴書 或者是說比如說我們講法官的判決書 其實我們一直在推 之前推動一個法律的運動叫做什麼 判決書的白化文運動 為什麼我要講說白化文 也就是說剛剛有人講說那個判決書怎麼看 其實基本上我們這種 像我們都不是法律系背景的 看不懂 也就是說他要寫白化文嘛 你才看得懂 可是如果判決書裡面如果有七成八成 用的所有的字句什麼那些 全部都是所謂的法律的用語 跟一般人民講話語言是不一樣 基本上寫的都是中文字啊 可是你就是看不懂 所以判決書要判讀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蠻專業的一件事情 那之前也有曾經推廣過所謂的判決書 白化文運動 可是宣告失敗 那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其實在於我們司法的最上層 也就是說法官或檢察官培訓的那個階段 他就已經養成那個寫文言文的習慣了 所以你在已經實質稱為法官或檢察官的時候 你在寫起訴書寫判決書 基本上他不會再按照所謂寫判白化文的事情 就是按照他在受訓的時候寫跟他 為什麼? 因為受訓的時候告訴你要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你的聲簽 就是這麼簡單 講到這個齁 我自己個人的一個經驗 就剛好前一陣子因為那個 三二三行政院事情 然後之前有上那個 有上法院 然後就發現 欸!法官就會告訴我們書寄官 你怎麼寫什麼寫 然後就講一堆那一種 他們所謂的那一種 文言文的用語這樣 然後現在想 你怎麼聽得懂?那是什麼意思? 對 然後我就回想到 剛好前一陣子去那個香港 然後去參加他們也是一個 就是他們 反東北開發的 然後去衝撞 也去衝他們的立法會 然後被請訴 然後我就進去裡面 然後就發現 欸!法官全部都講英文 然後透過一個翻譯 然後翻譯完之後 然後就跟他 就說 欸!法官講的都真的懂嗎? 喔!真的懂! 你有沒有意義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在一個系統裡面 他偏偏就是 欸!不讓你 不讓你資訊的整個平民化這樣子 然後擁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專業 然後來做一個區別這樣 我覺得這個判決書 白話文化 這真的是非常值得推動 就是剛剛有朋友在問那個 怎麼用司法院 白覺資料系統就上手 好!就是我講一個 因為其實我們書裡面 復入一啊 有一個是故事滑絮 然後復入二是那個 所有的列表 那其實我們有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因為真心各資老的是實施嗎? 結果我們就在一些判決裡面 就看到圈圈圈拿錢給圈圈圈 然後圈圈圈又拿錢給圈圈圈 然後圈圈圈 然後到底圈圈圈跟圈圈圈 到底是同一個人嗎? 就是 到底圈圈圈圈是怎麼樣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就是 後來就是回頭Google 就是Google 因為很多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這一次 感謝很多地方記者 地方記者其實現在媒體的 生態非常惡劣 很多地方都砍記者 可是地方記者真的很辛苦 他們一提要跑很多地方 那我們就是看了那個法院的那個判決書之後 我們又去查就是 就是查那些報導這樣子 那有些地方記者真的很認真 他們從就是檢察官求刑 然後到這個公職人員到被判刑 一審二審他都有報導這樣子 那就這裡面我就覺得 就是我們就是我們變成是兩個都去比對 那所以就算出現同名同姓的話 因為有那些報導可以作為參考 所以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這個判決的權貌 那我們 因為其實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判決大概都是先看主文 因為主文大概大致上 就已經把內容加在差不多 那然後就會對那個報導這樣子 對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是說 大家也可以直接就是Google這些候選人 直接去Google 那也許就跟明星大本一樣就可以找到 像彰化下來站這樣子的 的那個一些資料 那其實我自己剛剛在跟大家討論的時候 欸有個想法 也許我自己應該回去做一張圖 就是我們清水區出來參選的那些先議員 到底是哪 因為其實真的很需要大家動手去做 那如果有一個人就是做一個地方 也許你就做你自己那個選區的先議員嘛 那然後可以讓你的國小國中高中同學去分享 那大家就會發現說 欸就可以多了解 就可以去討論 而且那個圖做出來 其實會引起更多人去討論跟了解 那這個也可以去補足 剛剛朋友問那個證件 就是公報的那個問題 因為選舉公報上面的那個篇幅是有限的 所以他其實沒有辦法挖全呈現 那其實除了看證件之外 我覺得要去看這個候選人他過去 他的一些問證 如果是競選連任的 或者說他是轉戰的話 其實他們過去都會有 應該會有多多少少一些 問證上面的一些表現 那從這個部分去看說 他除了證件之外 他過去是對於 就是他的表現是怎麼樣這樣子 那沒有辦法做完全的 可是就是我覺得都播放去嘗試 那只要你開始按下那個不夠鍵的話 我想就會改變一些 你對這一次選舉的想法 跟你自己會有些決定的出現 這是我分享 謝謝 我補充一下 傅儀剛剛說的那個錯誤當然是很好 就是說我們先去自己 先去那個資料庫搜尋 然後看到是自己那個選區的候選人 有這樣的背景 那我們一定要告訴別人 不過這個真的要先查證 不然這個真的有可能讓你背上你心色 所以這件事你要做之前 最好是先找這個 有法律相關背景的人確認過說 這個人確實是這個人之後 再去做這個分享的動作 然後再來剛剛有一位桃園的選民 那其實桃園有一個聯盟 叫桃園在地聯盟 那他們其實今年的這個選舉裡面 做了不少的事情 包括去推出一系列他們希望 桃園的縣市議員候選接觸的一些問卷 那我覺得如果你希望找相關資訊 也許你可以上那個網站去看看 那其實我覺得台灣這個國民社會 現在真的很缺的就是 在每一個地方都有可以監督當地的議會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 高雄有 然後桃園有 宜蘭有 台中也有 對 但是台北市沒有喔 這個蠻奇怪的喔 台北市居然沒有 我們覺得其實我們應該要想辦法來推動 就是一個地方 至少要有一個這樣子的組織 是長期在關心你的 遇會運作有什麼 是什麼情況這樣子 然後就像台北的公督盟 他們主要是針對立法院嘛 但是每一個地方議會 確實也都需要這樣的組織來 這個去參與喔 那也許在座如果有南投人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成立一個南投的 有彰化人 我們就可以去成立一個彰化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要持續性 長期的做下去 絕對不是一次選舉就可以看到成果 但是長期的做就一定會有成效出來 來喔 先這樣 如果我分一場 你先 好 因為是政見我看到的嗎 你說看到政見這些嗎 包括政見啦 其他的 可是如果你是他們政見大 所以這一部分 你是討論在裡面 又沒有做錯的 這個 政見大同小異是很難避免的事情 甚至其實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政見是外包公關公司寫的 所以搞的這個 對就是搞的藍綠的政見居然長得一樣啊 對啦 然後有一家公關公司居然草率到 連那個政見是 譬如說他們的軍運領獻 結果他台北現在兩次還忘了換掉這樣 對 那種事情就會發現說 你看我們對政見有多麼的這個不在意喔 那不過政見雷同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避免的 譬如說 他們真的這邊 確實如果缺一條捷運的話 那他政見提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 重點是他有 他如果政治上學 他有沒有辦法落實 對啊 所以 我在選舉裡面的議員 五個裡面 每個六條的那一個政見 至少都有兩條都不可能 好 這就是重點了 每個人都有 你可以在他當選之後 拿著這條政見 開始看他這次年 有沒有針對他的這條政見 做任何推動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跟他下次要選舉的時候 告訴他說 你這條政見你沒有做到 這是我們唯一能夠做的事情 對 我想他的問題就是問說 都不好的時候怎麼做選擇 然後選蓋廢票這件事 到底是不是 唉 可惜 他的認真太可惜了 如果都不好 那我還要不要 我們還可以提出一種 對選舉的想像 其實 之前有一些朋友 我們也在討論這個事情 就是 到底應該是候選人提證券出來 讓我們選擇 或是先由我們開始去討論出政見 然後交給候選人說 這個是我們要的政見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 從社區的審議開始去做 這裡有一群人 他們住在這個地方 他們希望這個地方有什麼 我們就開始開會討論 然後做出一個決議說 我希望我的候選人 放入這條政見 這樣才是比較有效的 從我開始主動去說 我這個地方我需要什麼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努力的方向 沒錯 你講這一點我非常認同 其實你期待說 這一些政客或政治人物 對 他們提的政見 就像公關公司 對 廣告公司 對 直接抄襲 對 就考過來沒有什麼樣 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可以推動在地的 那一種民眾的產品 其實那等於說 某程度就 普通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為一個 一個人民的一個民眾 對 我們就在關注 我們的地區 我們的社區 需要勝負 對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需要的 就是在我們工作之域生活之域 我們多一點時間 來關注我們自己的在地 在地的一些狀態 對 然後我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說其實我們 我們台灣 就是因為選舉 選舉投票權是在戶籍地 然後我很多人其實 常年不在戶籍地 尤其在中南部 中南部的很多農村地區 有一些到城市工作 對 其實他的投票權 也沒辦法直接跟他生活場域 做聯繫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也會產生 某一些部分的 尤其對鄉村地區 農村地區的影響 一個政治結構的影響 是最大的 怎麼說 就是說其實像我往年 我以前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長年在外 然後回去 對這些基層的那種 那種 殘權的民意代表 其實我一點都不熟 要投給誰 其實我沒有什麼太大的災難 然後除非 然後就是 就是金同好友 有什麼推薦的 然後看一下他的政界 對 只能做這樣子 但其實不深入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們 我們的投票權 是在我們的生活場域 我們關注的 我們投的這一票 是影響到 直接我們的一個 他的政策 他做的事情是影響到 我們的生活 對 我們就會知道 會很像我們 然後變成我們戶籍那一邊的 對 因為長年不在 然後變成誰在扶持 一些在那一邊 孕育出來的 人家說 硬的 硬的 然後就佔據 那樣子的資源 對 好 等一下我先讓那個 你先回應 對 回應 對 回應 對 回應 好 就是 我這次選擇 是影響的議員 然後有一部分 就是我們 討厭在地 我們有推動那個 議會透明化 跟刪除那個 動詞配樂管 然後有一些 或者是簽署 然後我們那邊 議員 有一個 就是唯一一個 投明黨的簽署 叫李嘉勳 然後 當然他的資源 沒有放到那一條 反正是其他的 候選人裡面 有放到那條 可是那一位候選人 也篩了其他 完全跟 就是我們 我們想要的東西 不一樣的理念 在裡面 比方說 就是繼續推動 包括工程之類的啊 之類的 這些完全沒有任何 可 實際跟民眾有相關的 比如說什麼 推動落實 公聽會有什麼樣的 這些 保障民眾權益的問題 都沒有在正面裡面出現 就變有些議員 他接受了我們某些東西 可是他也提出了 某些我們不要的東西 那這個議員 沒有提出那個東西 可是他也提出了 某些我們想要的東西 跟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三點 分在三個議員上面 然後他們各自又帶有 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這時候我選擇應該怎麼選擇 什麼是你選擇 你要自己去做你的架子排序 什麼是你選擇 對 其實我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你政見裡面 尤其你說航空城 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前幾年我在那個 就中科世紀相識寮那一邊幫 我在做那個議題 所以那時候 中科世紀有一個開發 09年 藍的綠的 周波瑩打開 正見十條裡面 然後 翁金珠打開 對 九條是一樣的 都是支持拍八拍的 為什麼是支持拍八拍的 為什麼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剛才回應到剛才 就是晚林講的 在地你要什麼 要人提出 要人提出 你這些即便是一個少數的聲音 但是你這些大家都沈默沈默沈默 那他聽到的就是那些一般 他可以接觸 他需要去滿足那些可以投他的人 的一些政見 講真的 今天即便 心靈不是那種開發派的 他為了進去 為了競爭 他可能都必須要這麼洗 他都必須要這樣子洗 對 然後這是什麼 這個我們講的嘛 就是已經進入二性的循環了 已經進入二性的循環了 那我們要翻轉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啊 就是這個東西啊 對 我先讓您先回應一下 因為他 好所以講 基本上我自己的判斷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說 譬如說 像我們 四個現場候選人當中 有三個律律 彰化律律高架化 彰化律律高架化律 可是這件事情 對 那這件事情其實 我們就覺得他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因為彰化律高架化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情 那目前謝祖 那邊其實也都還沒進步 那更重要的是 今天下午去一個國中演長 我就去一個國中演長 然後我問那些 老師就問我說 請問一下彰化律 譬如是真的要高架化嗎 我說 你們有 你們 你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嗎 他說不可能 他說為什麼 如果不可能有事情 現場還是一定要把他提出來 或者是說 我從來沒有去 從來都不曉得 他為什麼要高架化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其實我後來的太教方就是 就可能有一些 謝議員他其實 我都會有幾個 幾個比較方 第一個方法就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什麼連帶關係 就是他跟誰 他跟誰之間 什麼關係 我們會給組織表 我們現在再製作 就是誰跟誰之間 什麼關係 然後做完之後先比較 他如果剛好在這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圈圈當中的一個部分 我就知道這個字 有問題 再來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不是跟我們 不認同的那個 就是我可能不喜歡那個現場 他是站在同一個現場 在做同一個事情 比如說剛好 他們共同去採取什麼議題 或者他們剛好對某個議題的表達 是一致的 或者他們在某個場合 會同時出席 那這個部分 如果是我採取的行程 可是我覺得這個 那這樣表示 你們可能就是一起 在做做這些事情 那這樣就可能優秀的主要 那 因為證件 這件事情 這個要看 因此我們討論 我們就發現 現議員的證件 還真的沒幾個可以看 因為 大部分的人 都是還寫得很籠統 寫得很籠統 寫得很漂亮 都不知道在寫什麼 這樣子 可是當然還是有少數 一些現議員 寫得很明確 還要做一些事情 對 但如果你在 在 那個 這上面 就是 這件上面 無法 做出比較的話 我就會聽說 從那些關係上 去做比較 就是可能 排除掉 你覺得可能比較危險 或者是越來越 比較不喜歡的東西 然後再來 最後就是做 出你自己價值的判斷 所以你覺得 哪一個人 比較有可能 自己下方 這個東西很難 很難用別人來告訴你 對 所以像我們的平台 也是提供 平台而已 我們不是在 告訴你 你要選誰 我們在告訴你 是這些人 做過什麼事情 以及這些人 包括他去 他的新聞報導 他去參與過 什麼活動 這個東西 我們都盡量把他做 演奏的看法 你可能會藉由 這個 他的占領活動 去知道他的表態 方式 他做事情的方式 我覺得這部分 正要回饋到 在地的一個公民 公民監督的組織 然後在每一次選舉 有人來做這樣一個整理 然後 因為他們的一個 在地的一個監督 提出甚至他們的 所謂的 在地公民組織的 推薦名單 這個東西 其實是對於 在地的 選民 其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尤其是 類似於 年輕人這樣子 不是被那一種 所謂人情 派遣 然後 買票可以影響 這種選票 這種選票 是非常有價值 這個就是真的必須要有人做 真的就是必須要有人做 而且 而且 就是我們 現在就要開始做 我們不要每次 又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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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 回去 有 我們能夠做多少 就繼續做 我覺得是這樣子 然後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在開放最後兩個問題 有沒有 答案 其實就是我剛剛懷想到 就是我在想說 因為我一開始自我介紹 我有講到說 我有看那個 台北市長還有一些 就是 之前的總統大選辯論 我在想說就是 為什麼 只有台北市長有辯論 那這樣子 假如把 就是辯論這種東西 如果帶入就是其他地方的話 會不會讓那些候選人真的很認真的看待 他們的選民和他們的政見 然後就是 這樣子他們就不會躲在那些 公關公司他們所代言出來的 就是那些話語 然後他們可以真正去說清楚說 他們要給的 他們要承諾的 還有他們想要改天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 做定會有改善 這樣 我的小小的想法 來 非常好 大載師 嗯 剛剛你們有提到就是有匯選啊 然後我想請問你們 有在蒐集立喆做什麼 有沒有包含白色恐怖的 許多危險 因為我四年前是地方的社區的地方 然後就有採訪林長的時候 林長的時候 就會有林長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直接來我家 我沒有手機 家裡電話不方便 你直接找我之類的暗示 就是他們的電話被竊逼 然後行動被里長監控 那 所以上次柯文哲的事件 我深深相信他不是自找自己的 所以我 然後我就 我就不知道怎麼幫那些人 然後白色恐怖這件事 我不知道怎麼樣慢慢去 讓他變淡 然後變得了 好 好 我們就給一點時間 給三位 稍微做一點緊張 謝謝 關於那個辯論的部分 其實辯論都不是公辦的 都是電視台 或者是有團體邀請他們來辦才會辦 那我覺得如果說 你希望看到台中市場有辯論的話 那就應該去發聲去告訴大家說 我希望看到這個 然後 很多人希望看到 就有可能會有團體想來辦 那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個是 關於那個竊聽 白色恐怖這部分 嗯 這個資料非常難蒐證啦 但是他確實存在啦 那你剛剛說 領長背 領長控制 這個可能也 不是那麼明確 有證據可以支撐 但是我 我覺得 我絕對相信說 這個國家機器是一定 一直都在竊聽人民的啦 那 嗯 我覺得 嗯 去 理解這件事之後 像我們自己 我們其實重要的是 也幾乎都不在電話裡面講啦 但是理解這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結構 就是透過選舉 或是透過其他的方式 讓竊聽這件事情 可以先被知道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東德的檔案 他們做了多少東西出來 那到現在台灣的檔案法 還依然把這些東西 禁錮在檔案局裡面喔 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要 這個透過法制來處理 而且這個 人民的覺醒也必須要到那個層次才有辦法啦 那所以 這個沒有辦法一處可及 但是 確實是應該要開始去做 大概是這樣 這個變怒其實之前這樣 我們在張話其實有起過 但是因為聲音也不夠大 然後再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縣長 他不再會講話 所以呢 他們這裡的 他的隊伍就是 絕不接受 辯顧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件事情 並不是我們想要 它都會發生 可是他可以堅持 我就是不要辯論 對 那這個就 比較沒有辦法 對 那竊聽我還沒有遇到 所以要分解 就是 剛剛提到那個辯論啊 因為 各個縣市 我覺得可能要推這個公辦辯論 應該每個縣市都要有 然後我們其實這一次我們串聯的幾個團體 然後 雲林的公民行動聯盟的朋友他們就有提到 其實他們有要求雲林要辦縣長的公辦辯論 那還是通過媒體 我有點忘記 不過他們就是要辦一個縣長的辯論 那其實都已經說好了 那可是 嗯 好 我民黨的張家俊 就是那個縣長候選人 他們 張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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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就是本來就答應了 可是後來過幾天都就反軌 然後後來又答應 又反軌 就是公民行動聯盟 他們就覺得說 你不是就答應了嗎 啊怎麼 就是 變來變去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到最後就是破局 就沒有辦法 所以 可是如果更多的人來要求的話 也許事情就會不要 不是只有幾個少數的公民團團 那我自己在想到就是說 而在2011年 夢想家的事件爆發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剛好張立善 在總統大選之前 那我們有一些文化界的朋友 非常在乎 就是 夢想家 其實已經爆發之後 他其實衍生出就是台灣 這幾年的文化預算 跟文化的實證 有很明顯的 就是分配不公 還有很多政策的失衡 那時候我們就 大家串聯起來去要求 就是 我們要總統候選人 來接受文化界的提問 對那這種提問其實就是反過來 就是不是你告訴我證件 是我開問卷給你 我開題目給你 然後我當場問你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也是一個 因為我們表達我們要 所以你要選票 你要來回應我們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在乎 每個縣市應該有自己的公辦辯論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大聲的去要求這樣子 可是不要只是 就是每次都是只期待公民團體來做 我覺得年輕人或有一些朋友 大家就串聯起來 發動聯署都ok這樣子 對然後最後那個 白色紅色那個啊 就是領長 其實我想領長真的是非常基層 讓他們真的是 買票的會選結構裡面是最基層 可是有些領長 我們家都沒有老領長 他就幾乎是 因為是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所以他比較 他比較 他就像錢 就是人家叫他發 他就收起來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的家族裡面 也有人是當領長 然後就是他也 上帳禮拜 還拿到某個 某位候選人的買票錢了 對 所以我知道說 買票這次還是沒有斷這樣 對 可是他們就會 可是那個 有的是同儕的 有沒有那個同伴感 如果你有同伴感 然後他會覺得說 這你無法 那你無法 就是很多人都沒發 那買不到 那我就 大家就不會想說 欸 就我也必須要配合 所以應該是有越來越多人 去拒絕掉 否決這些事情 那那個 大家才會覺得說 你不要再做下去 因為 其實買票會一直存在 就是因為 你有那個同償的壓力 尤其在地方上 如果有越來越多人 然後如果你的家族 例如是領長 領理長的話 就回去勸導或怎麼樣 叫我去舉發檢舉 檢舉的獎金比這個很高 對啊 那如果越多人這樣做的話 我想都會 就是那個狀況會越來越好 這樣 那最後我覺得今天 我們這些 就我們 今天的語談 其實我們很多 大家有各自的行動 有人用書寫 有人用 去公布家庭政治 有人去搜尋資料 去公布揭露 那我覺得 也許大家 這場座談之後 大家可以回頭想一想說 如果我可以對我自己的 家鄉的那個選區 我可以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 至少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這一次的選舉 到底是哪些人出來選 那除了剛剛用那個法學資料庫 還有媒體的報告之外 其實還有 我覺得長輩們也可以 多讓他們聊一聊 那這種討論 透過討論的話 我們政治才有改變的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們在面對 我們台灣的一個選舉 選舉文化 買票這個行為 買票這個行為 會跟著整個時代的進步 它會不斷的演化 我 在最後我就 就簡短 提幾個問題 然後問問大家 然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們覺得政策買票算什麼 當每次就是說 老龍年金加碼 都不去考慮 都不去那個考慮 財政結構 然後軍公教 對 福利多少 然後 當選之後 什麼重大建設 什麼重大建設 這種算不算買票 這種算不算買票 然後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的一個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要去思考 然後 像類似這樣的東西 類似這樣的東西 對 當我們聽到類似這樣的 政策型的買票 或實際的拿錢出來買票 這種行為 我們能做 真的就拒絕了 只要提出這樣的 我們就是扣分 真的沒有人選 那就廢票 都是爛咖 廢票 也是一種選擇 但是真的 要先提 先做你的優先排序 因為你如果一下子 因為全部 這個哪邊換到哪邊換到 然後你就全部伯爵的話 永遠是那些最爛的 然後最有詮詩的 最有資源的那些當選 排一下優先排序 給那個第二爛的一點機會 才有可能機會 直接的變好 真的 選舉文化真的是需要這樣子 最後我希望 就我們在談了那麼多之後 我覺得我們要有一些行動 那我花一點時間 然後給我 就是默契的老單 他最近 他一直以來這幾個月 一直在推所謂的 全面棒 然後我讓他講一下 就是 D-Day 來 老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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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累 沒有要講話 就有點Cue了這樣子 對 那個 我們大概也是 318後 開始在推動這件事情 那今天我們談 選這件事 選舉罷免創製 副決 這都是我們有讀到過 但是 我前兩天才發文說 我們好像連選 選一個好人出來 都要學 還有像今天談到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光在選這件事情 我們都沒辦法做到非常好的時候 所以也難怪我們罷免推得那麼累 我們已經推了半年多 但是好像沒有效益很大 所以我們就堵在最後一把跟他說 1.29 我們1.29要來就是在選舉日來罷免 但其實你把它看遠一點其實是蠻有意義的 因為例如說像我們今年要選 市議員 但是市議員選上之後第一年 你沒辦法罷免 但第二年之後就給你罷免了 那我一直覺得市議員其實跟我們的地方 政治這一塊其實是很緊密的 可能比選 選胡或是選林 可能還來得更 其實他的位置其實還蠻需要我們去好好去盯緊 但是好像大家對於市議員這一塊 尤其是今年在選好像都很冷淡 都是那個可憐的新聞 其他都沒有這樣 那像我們今年是罷免 是罷免那個蔡錦隆 就是那個立法委員第四選區 西屯區跟南屯區 因為他今年沒有要選 所以我們就罷免他 所以其實跟選爸爸也沒有相抵觸 剛好例如說到2016年要選立法委員 那我們就來罷免那個市議員 幹的招就把他罷免掉 我覺得他剛開始大家看起來是很困難 像我們在做這個罷免 其實剛開始做的是很多人都覺得罷免是沒有用處 也不太有人會去想要做這一塊 因為其實你稍微算一下 真的是他媽的難 很累 但是我覺得說 但是你如果能夠常常這樣做 就是說我們今年2014也來罷免 2016也來罷免 我們就是希望讓他每兩年你要選的時候 就是來為這些政治人物做個其中考核 你要讓他怕嘛 不然他會覺得說 反正我選上就很爽啊 我這四年認我混 沒有人可以對我怎麼樣 那你選的時候 你總是有可能會選錯人 他也可以裝啊 他也說我很好啊 我很nice 你看我這個 有可能列出來的寫的 這麼漂亮亮亮請人家寫的 但是你可能你沒有注意 或說你對這個人沒有很熟 你可能你投了嘛 你就是選了 但選是可能會選錯 但是你東西買錯總是可以退貨 但是你沒有退貨的這個機制在裡面的時候 當然他就沒有再怕 反正你都已經賣掉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是有一群人 是對於罷免這一塊 是比較想琢磨 我們就是今年四月初就開始推動 但是就推動比較慢啊 然後就是每個禮拜六 然後就去外面去擺攤 去收 然後到處去跟人家講說 這個大家要來做罷免 那一二九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日子 因為同一天可以接觸到最大量的人數 那他其實可能性也很高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還沒有過第一關 但是當天我們是 我覺得是應該是有可能可以過第一階段 百分之二 就是我們就是這樣衝衝看 那我覺得第一次總是比較難的 但是如果我們今年做了第一次 然後有這個經驗值 然後把這個經驗再存留下來 我覺得以後最好是可以做到任何人 在任何時候看到政治人物 你要問他的責的時候 你就不用懼怕 就把這個經驗就趕快用 直接幫他做罷免 那我們現在今年大概有 在新南郡區擺了二十五個攤點 然後有三百多位的人要投入 再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真的也很積極在運作 在忙碌 那其實現在在智工這塊 事實上數量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最近也沒有在目人了 那只是說希望說至少有大家 心裡面知道有在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剛好是西南郡區 或是你有親朋好友在西南郡區 也可以跟他們講說我們有在推動罷免 但是其實我們這陣子除了選舉公報之外 我們自己也做了罷免的罷免工 我們要去西南郡區全部給他撒遍 這樣子通知你出來罷免 好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有在做這件事情 好 謝謝 謝謝老丹的分享 其實老丹他們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非常的佩服 非常感佩 這個難度非常高 但是真的我們台灣民主社會會進步 真的就是從我們的放棄 就從現在開始 我們可以一點一滴的來做 今天非常感謝三位來賓的 能夠來到這間跟我們分享 感謝大家參與 好 感謝大家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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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 別忘了 待會還要先 好 我接下來把時間就交給我們的 謝謝大家 好